银厂量我们现在在200万斤 鲑鱼对水质要求很高的 它是属于一种高端鱼 我们刚开始做鱼的话才20几块钱一斤 现在进的话才40多了 我昨天进来都48一斤了 一车大概5万斤 200多300万 每天至少有5到10万斤的活鱼 水车到我们厂里面 我想问一下 现在那个料水还是您自己配吗 那我每天都是我亲自配的 这个不能传别人 因为我们这个每天的生产量最多是1万斤 为了保存我们只能用速冻 是零下30到40度的速冻 大概6到8小时就把这个鱼动好了 快速解冻 跟那个活鱼品质质量肯定是一点不会影响的 这个鱼哈 臭到极致才是香 这个是1斤到1斤30两吧 眼睛啊 今天很有那个亮度啊 这才很红的啊 这个你看这个鱼的亮度 光泽看到没有 这个鲑鱼现在都是哪产的 这个广东 生产周期的话 在七八个月到一年吧 那算鱼里边算长的啊 对对对 看一下哈抽鲑鱼的海洋 这不夸张吗 标准化生产 每个石头上面都必须要有重量的 这一桶鱼的话我们是300斤 得用多少斤石头压住 不能讲 这一点点的小秘密 这燕泽库里现在目前有三万多斤吗 这个石头是我们西安家的河里面捡的石头 其他山上的行不行 那个山上的不行 全是河里的老老池 外面订单的话我可以一车都放走 目前来讲是公共运行吧 这个行业也二十多年 我是第四代 烧鱼也有证书的 因为我是全中国目前就是 出鲑鱼烹饪制作记忆 五十个人有证的 我是其中一个 包装的话也有八个到十个吧 你看我们这鱼的肉质现在的话 要不加好之后加点热水煮十二分钟就OK了 臭味里边哪种臭最好吃 肯定是臭鱼最好吃 是吧 对 这个臭鱼它跟臭豆腐不一样 它就这样放到很近的位置 才能弯到那种臭香臭香的味 听说这个臭鲑鱼腌好了 它比新鲜的鲑鱼还要好 块块都是蒜拌肉看一下 这口感特别的嫩滑 这种独特的臭香臭香的味道 他们说烹饪的最高基因就是臭到极致就是鲜 这个臭鲑鱼应该就是形容这个臭鲑鱼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